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真的在这里 你带我来这儿是要说什么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在乎严家小姐的命吗 你还记得吗 在方外谷的时候 你绑了我 我说我想死 其实我已经死了 颜值 就是我死之前的名字 你是金安侯的儿子 是 你走了之后 我让师父重新去命 从此 重生为左青瓷 这个叫颜值的人 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如今的左青瓷 是一个四方行医 想过逍遥日子的朗珠 你说的没错 闻思渊 确实受雇于我 两个月前 我得知山河图被盗 与家妹言情有关 于是决定冒险拿图 因为我不想让他出事 看 这片空地 还是和以前一样 从前颜值就在这里练剑 还给这个坡起了名字 叫将军坡 后来有一次 他从这个坡上摔了下去 还把门牙摔掉了 你小时候牙掉了 会扔到房顶上吗 他的母亲说过 只要牙掉了 扔到房顶上 就能长出新的牙 也不知道那颗牙 还在不在房顶上 颜值虽然年龄小 但却是脱州的少帅 曾经连中过十二次把心 被脱州将士 成为少年英雄 后来发生了一次战争 他的母亲 为了救他 死在了去坊外谷的路上 那他为什么要死呢 因为 他的父亲 不希望儿子活着吧 那 他还恨他的父亲吗 他不恨 但没有办法原谅他 云露 我是因为你才活下去的 谢谢你 在我每次最需要你的时候出现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们已经暴露了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神漫青英长沟朱雁 肯定也都有危险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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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